为了凑钱娶村里的寡妇 父亲竟把儿子卖给了一个瞎子 瞎子摸摸他的脸说他没福气 接着瞎子掏出一张纸币 问他多少钱 小小赌气地把脸转了过去 见对方迟迟不愿开口 瞎子不乐意了 说好每个月的六块钱直接降到了五块 气得父亲上去就是一脚 其实父亲这么做也有他的苦衷 妻子不久前因病去世 留下了小小和年幼的妹妹 为了照顾兄妹俩这才娶了村里的寡妇 寡妇带着两个儿子 为了解决一家六口吃饭的问题 父亲决定强迫小小辍学 跟着村里的瞎子给他带路 吴先生虽然瞎 但却有能掐会算的本领 儿子跟着他不但有钱赚还能吃饱饭 此后小小就成了吴先生的眼睛 帮他在附近村子引路 谁家遇到难以抉择或困惑之时 他们就会前去占卜化解 这天他们来到一户人家 婆婆给吴先生端来茶水 而习说想算丈夫的前程 吴先生要来生辰八字后 很快就算出他丈夫在部队上 家人听后直呼吴先生真是什么 吴先生说这个贵人其实就在家里 贵人胸口有颗红枝 只要是跟这颗红枝有亲密接触的人 都会走好运 婆婆知道吴先生说的事儿喜 于是悄悄问他是否正确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 婆婆立马喜笑颜开地拿出两块钱 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 后面的剧情会给出答案 他们继续赶路 小小偶然遇到一个被柴火的女人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强烈的思念让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妈呀 吴先生在身后用拐杖捅了捅他 大白天做什么梦呢 谁是你妈 吴先生非但不安慰小小 还再次说起他颧骨高招风儿 妈妈就是被他客死的 小小瞬间对吴先生充满敌意 晚上他们来到一户农家借宿 小小趁吴先生睡着 偷偷把他的拐杖藏进了猪圈 谁知第二天吴先生也不着急 吴先生猪肝呢 猪肝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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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走得劲吗 没事 我拽着他书包袋 这时小小突然发现 自己的文具盒不见了 我的文具盒呢 那可是妈妈生前送他的礼物 什么 我的文具盒呢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见吴先生跟自己装活动 小小只好把他的拐杖拿了过来 吴先生也从身后 拿出了他的文具盒 路上吴先生警告小小不许 再调皮捣蛋 小小不服气说要上厕所 结果许久也不见他回来 吴先生知道小小要逃跑 小小 送回来 可不管他怎么呼喊 小小就是假装听不见 他跑回家看到妹妹在洗衣服 小小认为是后妈对妹妹不好 于是带他到学校玩 可还没玩多久父亲就找了过来 他不由分说就把小小揍了一顿 然后带他来到吴先生面前 当着吴先生的面 父亲脱下鞋子又揍了小小一顿 只是这次小小从头到尾都没哭一声 吴先生听着小小被打也有些动漏 最后他原谅了小小 从那之后 小小就老老实实给吴先生带路 这天他们来到一户人家 没等对方开口 吴先生就算出他家里刚死了人 母子俩听后直呼吴先生是个半仙 急忙爆出儿媳的生辰八字 原来几天前婆婆煮了几个鸡蛋 全家人都吃了唯独没有儿媳的 于是儿媳就和婆婆大吵一架 儿子向着母亲打了妻子 结果儿媳就上吊自杀了 吴先生听后说这是儿媳怨气太重 所以缠上了婆婆让她一病不起 公公听后急忙请求吴先生给出破解之法 吴先生不紧不慢地从口袋掏出一个手帕 让他们把里面的符咒埋在家门口 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后挖出来 朝着西南方向跪拜后烧掉 这样婆婆的病就能痊愈 哎呀我为解你们这个事啊 真是伤了我的兽了 儿子立刻心领神会 给了吴先生十块钱的辛苦费 一家人对吴先生感恩戴得三寇九拜 吴先生告诉小小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 婆婆之所以生病是因为她对儿媳心存愧疚 认为是她间接害死了儿媳 算命的人不过是帮她解开心结 心病除了身体自然也就好了 吴先生这辈子无儿无女 她拿出一颗糖让小小叫她爷爷 还说将来要把算命的本事交给她 可小小却认为算命是骗人的 她说妈妈曾告诉她 小孩子只有好好念书才有出息 晚上他们来到一户正在办丧事的人家 吃饱喝足后 吴先生便开始给大虎说书 讲的是五松打虎的故事 首页的人们听得入迷 小小也渐渐睡了过去 就在吴先生讲的正起劲时 身后的尸体却突然坐了起来 把首页的人吓得四处逃窜 小小被吵醒后也跟着跑了出去 等众人跑到远处的草地这才响起 吴先生还在里面没有出来 我听说那玩意要是碾上谁 后来谁谁死的 完了完了 瞎子还没出来 小小虽然害怕 但还是鼓足勇气决定回去找吴先生 当他来到灵堂这才发现 原来是躺尸体的床部小心他了 吴先生听到小小回来 急忙让他带自己离开 快快带我走 快快下吧 没有鬼 没鬼 嗯 扑死人底下的砖头到了 得知真相的吴先生立刻站直了身体 说他其实一点都不害怕 可小小却发现他湿透的裤子 只是没有拆穿他绑 经历这件事后 他们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小小啊 你回来是不是来领我的 不想你也领着 吴先生知道小小是个善良的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相处得更加和睦 小小会骗吴先生说前面有钩 故意逗他让他跳起来 有钩 好好的路怎么有钩 走走走走走走走 再注意点 好 好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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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吴先生听到后急忙从自己衣服上撕下布条 小心翼翼的帮他包扎 还用双手帮他按住纸屑 接着吴先生蹲下身背起小小过河 他告诉小小 自己也是八岁师妹了吗 幸运的是小小还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父亲 可他却什么也没有 只能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行 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也不知道后面是什么 等待他的只能是孤独终老 吃饭时吴先生把碗里的鸡蛋全都给了小小 而小小又懂事地把鸡蛋还了回去 两颗孤独的心在此刻互相温暖了起来 走着走着他们遇到一群小孩 小孩们一边谩骂一边朝小小丢狮子 这时吴先生抖了斗拐杖示意他反击 小小立刻抓起泥土朝对方追去 吴先生也加入了战斗 很快那帮孩子就落荒而逃 其中一个落单的孩子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小小拉着吴先生想要赶紧离开村子 可很快他们就被赶来的村民拦住 那群孩子的父母不分青红皂白 对着吴先生和小小就是一顿乱揍 等他们走后 两人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小小 你没事吧 没事 吴先生气不过 带着小小坐在对方家门口讨要说法 随着围观人越来越多 带头打架的男人出来想要赶走二人 再不走我劈了你们 他用铁线抵住吴先生的胸口 吴先生顺势将铁线对住自己的脖子 摆出一副光脚不怕穿鞋的模样 这时村长赶了过来 看到二人的伤势 他斥责男人不该动手打人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个事就一个字 赔钱 男人不情不愿地掏出五块钱塞进吴先生手里 可吴先生却把钱扔在了地上 他要的不是钱 而是男人当众向自己和小小道歉 男人见状只好低下了头 先生 我对不住你 我打人不对 听到男人的道歉 吴先生这才和小小起身离开了这里 这天小小问吴先生到底会不会算命 我不说过吗 谁会算啊 老天爷会算 小小问他是怎么知道那儿媳胸口有红质的 吴先生说长没长红质谁也不知道 他那样说只是为了提高儿媳在婆家的地位 因为生的是女儿 他担心儿媳在婆家不受待见 说他是他丈夫的贵人 公公婆婆就会对他好 就算没长红质他也会说自己长了 他无非就是替人解心意 说些人们爱听的 让他们心里变得舒坦 小小被吴先生的话触动了 没想到他还是个善良的小老头 小小 你还是跟着我吧 你不愿意就也就不叫了 我呢 把我这算命和叔叔的本事都交给你 然后啊 你肯定握不着 怎么样 敢不敢啊 小小思索片刻后爽快地答应了 敢 随后的日子小小一边引路 一边跟着吴先生学习 本以为生活会这样一直平静下去 结果这天小小却又跑了 就在吴先生大喊着让他回来时 远处却传来小小的哭声 原来这里是小小妈妈的坟 爸爸 他哭诉着对妈妈的思念 哭声让吴先生明白 小小不能走他的老路 他应该学习更多的知识走出大山 于是他掉头把小小带到了学校 吴先生把书包挂在小小的脖子上 还把身上的钱给他让他去交学费 做完这一切后吴先生转身离开 小小来到教室 大声地跟同学们读起课文 读着读着小小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急忙冲出教室 跑到最高的山坡上 看着越走越远的吴先生 小小情不自禁地朝他喊道 他明白吴先生是真的对他好 也明白其实他早就把吴先生当成了自己的爷爷 在不知不觉中 这个陌生的老人让他感受到了真正的亲情 真情总是美好却又稀少 所以才会显得是那么弥足珍贵